县长林明珍今天上午前往新一乡地轮温泉度假大饭店 参加南投县总工会举办的107年 南投县企业职业工会理事长继会务人员劳工政策研习会 林县长以创新行动打造南投为主题 分享县政愿景 他也期免工会务必遵守劳工法规以保障劳工权益 县长林明珍今天一早就来到新一乡东浦地轮大饭店 参加由县府社会处与总工会共同举办的 企业职业工会理事长继会务人员劳工政策研习会 林县长以创新行动打造南投县 成为健康快乐幸福城市为题 分享县政愿景 他表示市政要有创新及行动力 他上任以来请走基层 会看无数野稀 融入办理宪明时间请听民意 解决与民众密切的问题 另外林县长也针对此次研习表示 这次以企业以及职业工会的理事长 集会无人员为研习对象 导入以职工安全问题 以及如何保障劳工权益为内容 希望县内职业工会都能够相互合作 让职工安全达到一定的水准 今天我们县政府跟我们南投县 这个职业工会 就是来这边办讲席 那么对象是区业 还有我们职业工会的理事长总干事 请他们来这边 每一年都会研习 来讨论一些职工的安全问题 还有对我们要如何保障劳工的权利 种种的事项来这边进行讨论 大家都非常热烈的 对这方面的课题 都非常的用心细心的来检讨 那么我们是希望 我们南投县的这个职业工会 都能够要有大家合作 要把我们的职业安全各方面 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准以上 所以我们也感谢 我们的职业工会的 这个料理事长的用心 大家各区 各区 各区业 还有各职业工会 今天理事长几乎都全到 这样大家推动下去 在每一个工会 都能够按部就班的 遵守我们劳动 这个法规的规定 来做我们生产单位的一些准轴 大家遵守 才不会有直接的发声 今天这个讲习 非常的有意义 非常的有成效 我们感谢 所有今天来参加的 所有理事长总干事 在我们的职场方面 能够顾励到 所有的安全问题 南投总工会理事长 要有意表示 为了提升工会干部专业技术 县赋每年都会补助该会办理老公教育 研习活动 透过这次研习 让工会干部学习到 如何让工会运作更为顺畅 以及如何领导照顾员工 让大家获益良多 南老公所谓的务工理事长和会务人员 一年一度 大家在这里 一个劳工 一个政策 和一些政策的補博 和一些项目 让这些务工的领导 领导 大家来这里 参加这个客厅 等于大家都丰富对工会 这个运作 以及对这些务工的照顾 都一直到我们管政府 老师 长官 说这些工的口 让大家来分化到 我们这个务工 这个勤工 还是要改为 这些都是我们管政府 我们管长和处长 很好的政策 所以每一年都办一遍 每年都办一遍 我们这个温泉区 南老公最好的地轮温泉区在这里办 大家办得都 因为都习惯说 南老公要办 大家又来这里 而且我们这些 国工会理事长 很拥有的 听到管政府 就办这个理事长 这个延续会 大家都很拥有的 我们总工会 在办这个活动 办得都很好的 大家都感觉 这个政策 大家来这里延续 很好的 这个客厅 在这里 也要感谢我们县政府 这项研习活动 从20号起 为期两天 研习内容除了林县长 专题演讲之外 还邀请到 启鸿国际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讲师 黄世勋 以及前行政院 老公委员会 副处长吴真林 分别讲授 职场沟通与协调技巧 以及工会组织运作 内容精彩 一百控三年的时钟 顾着一致 感谢观看